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打錯了什麼 Job City Advisor 我剛才沒發,我剛才發 我能夠協助隱藏工作 我剛剛直接這樣打 然後 Job Center Breakfast 大家都沒有玩 對不對 Breatford 是一個定義嗎 Breatford 通 對,隨便你賣一個定義子 不需要特別的 一定要賣到 像定義子就是定義子 定義子都可以 Breatford Bluff 或什麼都可以 然後Job Center求中心 OK 然後 申請程序 Advocational Procedure We have a Q&A Many Interpreted today's appointment 這句話其實不難 對不對 我們幫你 我們幫你約人以後一人 然後 去確保 這是中間 高通的程序都是正確 而且是有效果等等 我覺得不一定要照片面上面翻 但是你把那個意思翻出來 OK 然後 confirm他的 是日本人嗎 Now you are clearly informed 然後我們再有一個 Interview for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Application 是個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Application 嗯 可以翻 你剛剛都翻身份證字號 對 我覺得身份證字號也可以 OK的 然後 然後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job have you you have been offered 那就是 找什麼 可以告訴我你找什麼工作 OK 然後 再來哪裡來看 Check your ID ID 卡住了 對 那後來還會是身份 對 其實就講證件 就講證件 就講證件 因為通常講證件 都只會是身份證件 那它會是其他證件 OK 然後 guided documents 有效文件 確認是有 有資格申請 OK 需要花了塊 你有資格申請 OK 然後再來是要護照 要 內政務永久居留信 就帶過去了 因為證據話很長 The letter issue by Home Office's Decision Branding you then WWE to remain status 那就是內政務給你的 永久居留信 就好 再來是Proof of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這個是通訊 通訊地址證明 通訊地址證明 那 Bank Stain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通常是存者 但他們這邊是一張一張的 如果 如果要簡單講的話 就講銀行單就可以了 這樣就帶過去了 OK 然後 Water Bill 跟Electric Bill 因為我們就隨便給你 這樣子 就帶去 就不要一個人翻 OK 然後再來是 Job Offer Letter 卡住 就是這個聽都SUS 但是就是 equivalent出來 那通常會 我覺得啦 如果不知道 怎麼講的話 你就是講說 顧主給你發的工作寫 上面有講支撐 上面有講工作點 然後 就是 你這句話就帶過去了 就不要 不要太 拘密在上面 因為 你現在沒有辦法跟得太緊 的時候 你就盡量把你要produce出來 去變懂 OK 這是一個事情 然後再來 Could you please confirm 但是 你有個Document of Authentic and Truth 那就是要 要 要是真的 要確實 然後如果有偉家文書 你會有法理責 如果有偉家文書 你會有法理責 懂嗎 有沒有突然覺得好像 句子沒有那麼長 OK 就是用 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去 OK 然後再來是 看看哪個卡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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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check and first we go 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form Once I finish I will show you the form and actually change in the information it's all correct 這個其實是蠻 basic的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裡句子要懂 因為其實你是真的懂 所以就是說 要我先幫你把 表的第一點 那等一下讓你確認一下 上面有個資料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樣 這麼簡單 這兩句話就這樣代表 然後 再來是 嗯 他聽完了嗎 就跟他講 我幫你調完表格了 齁 我看了你的文件 然後幫你調完表格了 然後現在請你 train一下 上面有資料 對不對 然後如果同學 把print and sign print這些證台 然後才簽名 ok 然後到時候這份 申請表 會是 身分證字號審核官員 你也可以這樣搬 或是 一個什麼長 之類的 就是你把他帶回去沒關係 反正 client是要是 會有一個內部的人 去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 比較難是 the result won't be sent to you until we finish the procedure 因為通常是 剛剛有 我聽到很不錯 就是 到時候有結果 會通知你 他通常10到20天 的工作天啊 ok 要看 就是目前的那個工作情況 ok 然後問他說 so far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這個應該是要可以 同步的喔 就是這種很簡單的 ok 然後沒有的話 喔 剛剛有一個地方是 搬 呃 I need your help to check if th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這句話 我需要你確認一下 就是 上面的資料 對不對 這句話比較 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會說對 對不對 可是如果 你說 我希望你了 我希望你幫忙 確認這資訊 有沒有錯 他會說沒錯 那這時候你就想說 no 所以你剛剛翻出來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他是問你correct 那你應該是yes it is correct 所以你要翻對不對 不要問說有沒有錯 這樣就會變成他 他講回來中文 你沒有辦法很快的那個時間 又再做轉換 你等一下多轉 多一層轉換的時間 這樣子就會又拉掉去 好 如果沒有 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會談 可以講這個會談 或是這個會議面 或者是 呃 這個申請 OK 這個申請審見 就到這裡 然後到時候 we will be sending you a letter through your correspondent's address 到時候會寄到工具地址 然後 once the officer makes a decision 這個地方呢 因為 你會順著那個 那個句子 繼續翻下去 所以當你出到 once the officer makes a decision 的時候 你就會卡住了 因為你前輩分 然後就突然 欸 你給他先 通常我們如果是講鼻翼的話 應該會先翻 once the officer makes a decision 然後 才順到後面 這是中文的一個結構 所以當你翻到那邊的時候 你卡住了 你要怎麼辦 我當然是怎麼去想講 但就不浪費時間了嗎 你就沒有 沒有遇到whisper了嗎 如果 呃 我會 我會怎麼辦 我會 我會 我會讓你 我應該說 我們到時候會寄封信到你通訓處 呃 讓你知道 結果是什麼 make a decision的話 就是知道結果了 對 那這個時候 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帶他 你知道 一旦 呃 到時候 到時候 we will be sending you a letter to your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讓你知道結果 讓你知道結果 用這樣的方式帶過去 你才不會卡在那個once ok 然後再來是 we will also look you another quanion for national influence card collection 就是反正它是一張卡片 就好像我們身分之文 那是一張卡片 所以到時候 到時候 we will book you another appointment for 這個又會卡住 因為你其實好像應該 把前面那個 national insurance card collection 放在前面 那我會怎麼翻 我會說到時候 會再幫你預約下一個會議 或是下一個會談 讓你來領 讓你領 這個national no insurance 就是這個身分證 這樣你就不會卡住了 你們現在卡住的點 就是可能一些 呃連接詞嘛 所以你是要順著 順著那個 其實你要聽的是那個內容 而不是距離的結構 你要打碰那個距離的結構 ok 反正到時候結果出來會更新 反正到時候結果出來會更新 所以你就不要再糾結那個positive positive 好嗎 ok 然後 thank you 後面就會講謝謝 就不要再卡住 謝謝你接了 這樣了嗎 ok嗎 這樣有好一點嗎 大概會比較順一點 ok 我想一下 我們先坐下來練習 好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因為你們兩位已經練過兩次了 我們再回來看他們是不是會比較順 ok 那這你們兩位就幫我 我們到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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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 對 還有一些 好 好 好 然後 然後呢,會有幾個情境嘛 第一個就是要生的那一位 OK,Patient 然後再來就是回憶人嘛 就在笑得很開心 想說整到他而已 我在想,婆不慘那個人 你是當家,你婆的那一生 當然不是啊 來,我給你們一些情境 我給你們一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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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婆婆產 基本上一定會遇到 就是有醫生嘛,然後有 這個要生海底的人嘛 然後可能會有家屬,然後再來就是 口醫員嘛,所以其中一位是 Observant嘛,那就是先 做這位置就先當Observant 好不好,然後你就當醫生 OK,然後剛剛 先做口醫員的是這一位嘛 那你就先當這邊的口醫員 然後你就是 那位婆婆 然後 找那麼好笑的topic 然後呢 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要你婆婆產之前 因為他其實 為什麼他可以Book Interpreter 因為 一定要婆婆才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嘛 如果你要自然生的話 他就 一直叫他生呼吸 呼吸之類的就生了嘛 那婆婆產的話 他會先預約一個時間 通常都是Baby Overdue 就是到時間了還沒有生出來 那他就會想說那是要不是要做婆婆 不然小孩待在裡面太久的話 有可能會有一些風險的 因為 會不會就是晚生 應該是說過了遺傳期 就還沒有出來 對 我通常會犯過了遺傳期 對,過了遺傳期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狀況的話 通常醫生會建議要約一個時間做婆婆 因為如果說拖 因為通常是39週之後 就之後都會 可能隨時會跑出來 可是如果到了42週還沒有出來 那就有點太久了 那這時候通常醫生會建議他要婆婆 或是催生 前面催生可能已經做過了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婆婆其實也算是一個手術 所以醫生一定要跟他講一些information 比如說 要先確認他是日本人 等等的一些名字對不對 要跟醫院的record是符合的 然後還有就是要簽那個手術同意書啊 然後要跟他講說 待會手術會怎樣 因為你一定會麻醉嘛 對不對 然後麻醉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麻醉要退了之後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會有一些這些告知的流程 這樣OK嗎 不會太難 還好 還好 My conversation 對對對 然後所以麻醉知道是什麼嗎 麻醉 麻醉這個字 paralyzed пять 我還沒看過 我這一拉 我gruppy打開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 분들은 敢裝 有一瓶 剛才老師 sense 產科的話是Opsterderic 然後Opsterderic 然後Anathasia 代表用到 Local Anathasia 或Spinal是從脊椎做的 Anathasia 然後再來是 脖腹的話是Cecerian 或是叫Cecession都可以 OK Cecession Cecession Cecerian Delivery都可以 是凱撒 是凱撒 對 因為聽說凱撒是第一次成 所以才用這個去 對 去命 然後 所以會有三個角色 然後有Server 好不好 基本上還好啦 就是Overview什麼的 剛剛那個都有說 OK 複產科醫生 產科 產科啦 應該是產科 他們複跟產是分開的嗎 Genecology 跟Opsteria 是分開的 OK 所以合起來叫Opgyn Opgyn OK OK OK嗎 OK嗎 好喔 來 Interpreter先做介紹 這個文章 對他 他是Vistartional 對不對 我剛剛不算一下 Hello My name is Jackson And I will be the interpreter for this conference For today And would you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my client OK OK 因為我自己也會口語言 我們一直要練習 然後我今天會 祝福幫你們 協助你們 跟黃學米 大家 好 好 Let me start Good morning Mr. and Mrs. Chen 早安 Mister 早安 I'm your doctor Cayden Dainty ILY 我到凱丁 And you've booked an appointment for cesarean delivery this morning PCR And I'm here to give you some explanation before this surgery Clend 다 可以說明一下大概的流程 我是今天的總統教育人,我們會幫助你整個節目。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我們都開始了。 Cesarean delivery was suggested to you because your baby is overdue. 你的小孩已經過了一、三次,一段時間。 然後呢,在進行我們的健康之後,我們就決定說,Cesarean delivery for your baby. 對你的寶寶來說,公餐是最好的取捨。 有任何疑問嗎? OK,現在我們開始,但我們進入手術的事之前, 我需要問你一些問題,完全好,你完全了解, 然後我們所持有的你的基本資料都是正確的。 我們首先會幫你打電, 確保,你身體內的電子數量是正確的。 是合格的? 你有任何醫療?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過敏的傾向? 尤其是對麻痺咬? 對麻痺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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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麻痺咬沒有任何過敏反應。 沒有。 因為她沒有癌症癌。 OK。 你有任何醫療? 有任何醫療? 有任何醫療痕? 沒有。 有任何醫療痕? 有任何醫療痕? 然後手術之後有沒有過大量出血的反應? 沒有 沒有 OK 你有沒有保密我們沒有收到的任何醫療資訊? 但是你有沒有對我們保密一些就是 你可能還沒有你的一些醫療病史? 沒有 沒有 OK 謝謝Mrs. Chen 謝謝陳小姐 我們大概在那裡 那我們時間大概就到這邊 現在我需要您在這個手術同意書上面簽個字 現在我需要您在這個手術同意書上面簽個字 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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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是搞定大家也很辛苦 Mr. Chen, we can now move to the surgery room and Mr. Chen, you can come together 我昨天是英零出來 Mr. Chen, the nurse will disinfect your back first 首先,護士們會先幫你拉嘴 幫你的背 because I'm now giving you spinal and neck 因為我會生血 我會生血 anticipером 消毒 igne幫你消毒一下你的 My repeat the, the whole sentence altroслón�� 애 我們就是精美的歪 sitsepads 我們會做征加公主 首先我們會幫你的肥股消毒 一定是焦毒 因為我們之後會幫你的止水打麻嘴腰 然後我們大概會在第四節還有第五節的脊椎骨中間注入麻醉膏 你在手術的期間都會是醒著的 因為只是脊椎的麻醉 然後麻醉一個手術大概會是20到40分鐘 所以不會是很長的時間 請敏感濕當我注射的時候請先呼吸一下 它會有稍微有力量 但是要稍微有力量 呼吸一下 如果你可以的话,我有个人需要带你继续一次。 安astasia, 安astasia, 要确保你不会感受到你的脚趾。 我会不会感受到你的脚趾。 所以,Mr. Chen, the nurse will disinfect your top now, and we will perform cesarean delivery. Mr. Chen, the surgery is very smooth. Congratulations. The nurse will be wrapping the baby with clean towel, and wipe out the blood. The baby is crying,so she will be putting the baby on your chest, so that she can feel your body temperature and your heartbeat. She will stop crying. I am performing surgical suture, and the surgery will finish soon. 手术很快就完成了。 这个是缝,缝上缝。 我现在会帮你缝几针。 OK,Mr. Che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We have all finished here, and I am sending you back to your room for rest. Please note that the amastasia will last for a while, and after it goes off, you may feel pain. if it is too painful when it goes off, please do let us know,ok? and we will be sent to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you can check it out once we ensure your condition is fine and stay. and you can check it out once we ensure your condition is fine and stay. 當我們確定你的狀況是ok已經穩定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看網絡報告了。 OK,好,好。 有男人那麼開心嗎? 還好,我用抵抗一個簡單。 真的假的? 我對你講的很好。 我只有這幾個就是, 一開始其實我自己不知道那是什麼, 它是電子數量。 電解質。 它講電子數量。 電解質。 前面次我介紹的時候, 就說我是你以前的翻譯狀。 哦,好。 然後, 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問他有沒有對什麼過敏。 然後他就是, 有一個discourse, 那他是凡是說, 你還有沒有對我們保密。 但是應該是說, 你還有沒有還沒講的。 對。 這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還有什麼還沒講的。 然後, 不錯。 剛剛老師講那個print and sign, 是要就直接翻前面就好了。 因為剛剛你好像說, 有一個是正凱還是什麼。 我說print的時候, 我想說正凱。 謝謝正凱在前面。 正凱是什麼? 就是, 通常他們是這樣, print的話就是, 英文名字他一定要正凱大寫出來。 比如說我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寫zoey chain, 我就不能直接這樣簽下去了。 我一定要先寫好, zoey chain, 然後就一個字一個字寫好之後, 再sign。 那這個也是要翻你吧? 對。 所以我應該寫屬名加簽名嗎? 不會講屬名。 不會講, 所以就是, 請來正凱, 正凱寫名字, 然後再簽名字。 好, 然後有一個地方, 可能是那個, 他沒聽你數, 因為就是20到30分鐘, 他翻到40分鐘。 對。 然後, 麻醉消失, 唸退麻醉。 麻醉要退了。 對,麻醉要退了。 對,麻醉要退了。 一般音樂的。 然後他新生兒停止哭泣。 他就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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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新生兒後的。 你說停止哭泣。 Stop crying。 嗯, 就這樣。 然後就是high到很後面, 才變局地。 那他前面一度跟他滿緊的。 OK。 好, 那我們就switch囉。 那為什麼變速度? 因為他一直不繼續搶。 他一直搬完一句了, 他還停住。 假設我自己超不習慣, 就一直挑兩個聲音。 因為我一直搬, 因為你一口也會習慣。 我想來看一下那個Grossery。 Grossery沒有太多啊。 你又沒有翻。 Soucher, Soucher, 我不知道那是Bunker。 喔, Sou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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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那個, 你又stitch。 喔, stitch。 stitch就是蟲嘛。 你是說surgical, 它是surgical。 surgical。 OK, 然後, 欸, 口音也不能偷看啊。 我們可以講聲音嗎? 來看。 直線之後我要脖腹腸。 對! 交換! 然後先做self introduction。 你要先對導致說話。 你好, I'm the interpreter today, and may I, uh! 你要先叫 study個名字。 Oh, Aloh, My name is Simone, and I'm your Mandarin interpreter for today. And could you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Chinese speakers? Uh, my name is Angela, and I'm your Mandarin interpreter today. 請你讓我今天去領導我的頭痛 請我請我今天去領導我的頭痛 請我請我請我領導我的頭痛 我是你親愛的口音員 我是Angela 我是Angela 好 可以了,開始 好 早安,我是陳先生 我是陳先生 我是凱丁醫生 你早上訂了一個職業的職業 我今天在來給你一些說明 我今天在來給你做一些說明 前面的診施 你還不會了嗎 在產前給你做一些說明 這是你的主導演,Angela 我是你今天口音員 我會幫你領導整整個過程中 我們會幫助你了解 還有問題嗎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嗎 Cesarian Delivery was suggested to you because your baby is overdue 因為你的寶寶已經超過預產期了 請問那是什麼 所以你需要火不慘 我後面推上十幾句 我還會說 我好 因為我去了 pasta 然後從整個測試 我們在補典看來給你的寶寶 你還給你寶寶 然後徵進來 後來幹來 瓶庫...喔,你在講... After the evaluation, we have decided caesarean delivery for your baby. 經過瓶庫之後,我們希望你可以進行副產. Any questions? 有任何問題嗎? No. Okay, now before we go into the surgeon room. 在我們進行手術房之前. I need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just to ensure you are more informed. 希望你可以知道,所謂的事情. And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here is correct. 好,知道,確認你的... 呃... 資料是否都正確. We are having you on a drip to ensure that the level of... 我們現在會先給一個點滴,幫你打點滴. 幫你打點滴. 呃,確認你身體裡的... 呃,確認你身體裡的... 電減值是否足夠. 好. Do you have any medical history that you are allergic to... 你有任何醫療是對什麼東西有過敏嗎? 麻藥,麻藥. 你有對任何麻藥藥有過敏嗎? 呃,沒有. Do you have any medical history that exactly bleeding occurred after surgery or dental extraction? 呃,你在任何手術之後有出血過多的情形嗎? 沒有. No. Do you want to disclose any medical problems which we have not been informed? But you think that may cause your concern over the surgery? 呃,你還有什麼其他... 醫療... 診療史還沒有說? 但你覺得可能會對這一次的手術有影響的? 沒有. No. An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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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nk you.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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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手術同意書的下方 我會離開這間 診察室一下下 確認手術房有沒有準備好了 然後會再回來 還有任何問題嗎? Mr. Chen,我們現在可以移動 Mr. Chen,你可以一起過來 Mr. Chen,護士會先麻醉你的背部 因為我現在沒有給你肌椎 我現在給你肌椎 這個腰 Mr. And we'll inject the infusion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在背部中 我要拿第4節和第5節中間注射嗎 這腰 Mr. You will be awake throughout the surgery 因為整個手術中都會醒著的 因為你只有背部脊椎的部分有麻醉 手術會持續20-30分鐘 所以不會很長 請先深呼吸在我注射的時候 它會痛一點,但有一點痛 麻醉會確保你在手臂的時候會痛 麻醉會持續兩或三小時 現在試著移動你的腳趾頭 它是否有感覺 麻醉會被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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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做個駕頭的治療 我們可以開始 講中姿勢 好 這是Jen 手術很順利 恭喜 手術很順利 護士會用乾淨毛巾把手術包起來 因為他在哭 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到你的手前 所以你能感受到你的體溫和心跳 如果他感受到你的體溫和心跳 他會不哭了 他會不哭了 我會在做駕頭的治療 然後治療會結束 他會把你先縫針 然後手術就結束 好 OK Mrs. Chen 謝謝你今天 的愛心 我們全部都結束了 我會把你送回病房休息 麻醉藥會持續一段時間 麻醉藥會持續一段時間 然後你會感受到痛 如果麻醉藥退掉之後 你會感受到痛 如果麻醉藥退掉之後 麻醉藥退掉之後 如果我會有一點的話 請你告訴故事 如果我會有一點的話 Babie will be sent to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once we ensure your condition is fine and stable 可以再說一次嗎 Babie will be sent to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可以送到嬰兒休息室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and we ensure your condition 她明年在上飛機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你可以去那邊 確認她的狀況 是否她的狀況是否良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來一看一下 大家卡數都是在哪 很快速來看一下 我現在都翻陳曹燮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陳太太 可以耶 陳太太 對,一張陳曹燮 然後卡數的地方是 就是 I'm here to give you some explanation before the surgery 那因為 before the surgery 是手術前 所以大家都會卡在說 I'm here to give you some explanation 可是手術前好像應該要先講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沒關係 就是這樣說 我會跟你做一些解釋 手術前要知道一些事情 你就把順過去了 就不要卡住然後又回來了 然後這是你的中文翻譯寫著誰 然後 Who will be assisting you throughout the whole session 這個部分又會卡住 因為你曝出來就是很討厭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講說 他會寫住你 然後整個過程都跟你一起 OK 就不會有卡住了 然後再來是 這個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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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what suggested 又是被動式 所以你就變成說 怎麼辦 前面那個主詞 主詞出來 結果後面動詞接不上 跟中文的部分 所以通常我會 我會說 比如說他前面已經辦了剖腹產 後面說 後面出來了 what suggested 那你就說 剖腹產會這樣建議你 是因為 小孩破裂手機 好你就會順下去了 然後評估之後呢 就幫你做剖腹 好嗎 那就帶過去 有問題嗎 然後再來是 哪裡會卡住 我想 I need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to be sure you are fully informed or fully Fully 沒有答案 Fully informed and information you know is correct 這裡啊 句子要懂 問一些問題 確保你 都理解 我這邊資料有進去 Fully informed 就是其實是你理解 對吧 然後再來是 have you on a drift 就是讓你打點第一 然後是要確保你 身體的電解是足夠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 病史 對於麻藥 有過敏 ok 然後或者 後面那一句是 do you have any medical history 你有病史是 那個 那個 就看的是 出血不止 比如手術後 或者是拔腰籃之後 你就不會又卡住了 因為你又很想要先講 手術完後拔腰籃之後 出血不止 大量出血 ok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超卡 這個 知道嗎 就是順下去反而沒有關係 你要不要告訴我 Disclose 就是 不 不隱藏嗎 對不對 你要不要告訴我 你有任何病史 是你覺得 呃 之前沒說 但你覺得 可能 手術會有一些狀況 會讓手術有一些狀況 或是你擔心 會已經講到手術 就是你就是 你要翻就很順了 然後又是中文 他聽得懂中文 然後就是 後面是 we are pretty much there 翻得差不多 很好 我覺得剛剛翻得蠻好 Print a sign I need to print a sign here at the bottom 這個部分啊 也是順下去翻 因為通常要先講說 在這個底部簽名嘛 寫正凱簽名嘛 所以一樣順下去翻 像我請你在這邊寫正凱簽名 然後在這個 在這個 手術容易出的就下面 就好 你就把它帶入去了 然後 還有哪裡 好 下面這個 Can not move 好 好 現在移動照手術室 陳天真一起來 然後 護士會幫你的背做消毒 然後我要幫你脊椎做麻醉 然後這個 沒有inject infusion between force and fist spine of your back 這個你自己也要翻得懂 我幫你脊椎做麻醉 然後再inject infusion inject infusion 就是說注入在 就好 然後 you'll be awake throughout the surgery because throughout the surgery也會卡住 因為 you will be awake 這個部分又會先翻了嘛 所以你都會 你都會 你會維持清醒 或是你會是醒的 整個 整個手術都是 你就把它帶過去 然後 because it is only spinal and essential 這個部分就講說 因為只有在脊椎麻醉 就是你不會是翻名詞 你會翻脊椎麻醉 就是一個動詞 手術 20到30分鐘 不會太重 就是這種很簡單的聚焦動 好深呼吸 好打開去了 然後 會有點痛 忍耐一下 you will hurt a little bit you scared with me 有點痛 忍耐一下 然後 the anesthesia will ensure that you won't feel pain during the surgery 這個也會卡 因為you have that you have during 所以 要講的是 麻醉 讓你不會感到痛 手術都不會 你就是也是順暢血 因為它還是聽到 在同口音的時候 需要做一些 鑽石剖斜 然後 you will be gone off after two to three hours 這個也是 因為you have after after before 跟after 最討厭 所以你就說 麻要退大概兩小時 兩三小時之後 就退 一樣把它秀回來 然後呢 來動你的腳趾頭 讓我知道 讓我知道 你會不會 有沒有感受到腳趾頭 然後 後面還有哪個地方 躺回 的問題 oh the nurse will disinfe you tell me you will perform caesarean delivery 幫你的肚子消毒之後 幫你的肚子消毒之後 我們就幫你補補 就不要再 就不要再講很很很很 專有名詞了 就直接把它當作動詞 然後 然後 the nurse will be wrapping the baby with clean towel and wipe out the blood 那個也蠻卡的 因為 the nurse will be wrapping the baby 然後 wits才會出來 所以呢 其實還是就順著翻 就是護士會 通常 wrapping這個字出來 就大概就知道要包什麼 一定是包包東西 護士會用 會把寶寶包起來 用乾淨的毛巾 然後到時候把血擦掉 其實你聽起來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 嗯 baby is crying so she will be putting the baby on the tube 就沒問題 she will stop crying 到時候講不哭了 就不哭了就好了 不要再講她 一直哭氣 ok 然後 I am performing surgical doctor and the surgery will be finished so 這裡還算ok 就是 我幫你縫傷口 然後手線快點出 看哪裡看 oh please know that the anesthesia will last for a while after it goes off you will you may feel pain 這也順著翻 麻藥會維持一個段時間 麻藥退了之後 你會感覺到痛 如果太痛的話 讓我知道好嗎 就 When it goes off 就不一定沒有跟到就算 因為太痛 你就知道麻藥退的時候太痛 ok 或者是你要想 你真的想要拔全翻 什麼關係 如果太痛的話 到時候麻藥退了之後 那就告訴我 你整句翻過去 它聽是一樣的 因為當你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然後baby was be sent to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you can check her out once once 這個地方又會卡住 所以你會說 you can check out 你可以去看她 只要 到時候 然後 你的狀況 沒問題 穩定 那個once 沒有辦法認出來 ok 只要我確認你的狀況 穩定 良好穩定 所以不要卡在那個once 所以很多連接詞啦 就是 這個需要經驗嘛 然後我覺得也需要 當然也需要一些技巧去練習 因為 你通常在這種句子 遇到快很多 像如果是同同口依的話 你基本上是可以等的 你待聽耳機的時候 你這個句子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後等到下一句 一數竹子出現了 或是什麼東西出現的時候 你再把它 用一個比較短的方式 produce出來 這是可以的 這個是有機會 可是whisper有個挑戰 是 如果你要等的話 你會被 第一很容易被自己的聲音感染 因為沒有代表情 然後你就會miss掉更多句子 所以whisper會比較麻煩 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想辦法把 普通的句子 用更精煉的話說出來 可以爭取時間 因為你通常都是 想要一個字一個字翻 所以當你一個字一個字翻的時候 你就會卡住 因為前面會有很多介系詞 或什麼卡住 你後面那一段用聽不到 因為你會懂得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些技巧 OK 好 那要不要再和它 好 上面那個WX 因為你剛才 沒時間 沒時間 好沒問題 我屁一下你的V-bag 好 沒有V-bag 因為現在已經就是 腦袋已狂風了 已經被消耗網 沒有 覺得呢 就是whisper 覺得最挑戰的 錯比較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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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還有嗎 會 會想聽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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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你聲音比較容易沒感受 嗯 對 這樣嗎 嗯 你做頭部考驗的時候 你會這樣嗎 就是會卡嗎 可是比較可怕 蛤 頭部比較可怕 OK OK 那感覺為什麼它會稍微配合 是是 從不開都拉掉了 對對對 那是VV喔它不會等 對 對 對 沒錯 OK 那是沒有辦法 嗯 蠻類似的 嗯 我是覺得如果要準備 同步口音的練習的話 我給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 其實要先做的是shadow 就是你一定要聽 比如說一段英文好了 你跟它同步講出來 一模一樣的 就是repeat它 只是你那個速度是要一樣的 中文也是 中文可能比較好跟 英文比較難跟 但是要做這個練習 這樣你講話的速度太快 因為口音員講話速度一定說 都是快 他不快的話 他跟不緊 太慢的 口音員講話太慢 口音員通常不太不能做 基本上是男生做 他基本上只能做主動 所以斷練講話速度這個 一定要學會起來 所以shadow一定要做 然後再來是 假設像我這樣準備一個主子稿 你們可以準備一篇speech 然後比如說練習第一遍一定不熟 練習第二遍第三遍可能 甚至你已經看過這個稿子了 你會比較有印象 那在辦的時候 可以盡量去多短翻譯的時間 你可以直接找到 這個句子可能 我只要四五個字就翻出來 它可能是個long sentence 但是可能四個字句子 就可以把意思翻出來 那你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 在practice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翻譯做更緊練 這個時候 你跟上速度應該會更快 因為本來在同步口音的時候 你就會入行一點時間 所以要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當你練第一次 比如說我可能現在剛剛這樣子 哎 發心都跟不上 那這時候我就把這個稿子拿來看 然後把一些 我覺得可以先轉換整個 成為比較短的陰線 equivalence 我就先把它記起來 然後再練習第二遍第三遍 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比較跟得上 甚至把這個稿子都背起來 你把這個稿子背起來 你把這個equivalence背起來 下次再運用到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口音它是一個什麼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 有點像打籃球的過程 打籃球在做事情是什麼 就是你一直重複做一件基本功 然後練到一些擺設動作 比如說像運球 你感受到那個球彈起來的力量 所以你知道你去控制它嗎 其實口音也是 就是這個東西當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當就出去 那你要練到這麼的精熟 那你必須要大量去練習 而且是不斷不斷的在平常聽到這個字的時候 就當想到 欸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訓練 你一直要這樣訓練 你才有辦法在做同步口音的時候 很快的把你聽到的所謂的sourced text 馬上翻譯 抽你的target 這樣OK 好 押去無聲 感覺這一堂課有點嚴肅 因為是把你的超壞的是不是 沒有 OK啦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再問 好 OK 謝謝